今天李美秀欢喜换到新东家 师兄陈奕卢带上特别好礼到场祝贺 香菇鸡 今年猴年明年几年 希望你明年有个新片小鸡仔 原来有这么深的意涵啊 不过两人在搭话上还是要练点默契 真的我总觉得好像我们俩是为了什么新戏而发表 一个记者会 结果不是是我加入新东家 对对对 而且你不管交哪个公司都是这么多人 对 哦哦讲错话尴尬了 还好陈奕卢反应够快 沾你的光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沾你们的光 哇好轻松哦 怎么这么轻啊 陈奕卢还当场新娘抱领美秀 事后感想表示 感觉很轻盈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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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不要害我啊 哎哎哎 有点烂餐耶 至于林美秀为何选择加盟新东家呢 只要跟你合作过的一定都会红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其实是我叫你进来的 因为像之后进水楼台 现在有机会可以合作 当然新婚不久的林美秀 难免被问到Selina凌婚的事情 她则抱持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年轻人的事情呢 我觉得她还有很多机会啦 然后婚姻这种事情说真的 合就合不合的话 其实好好的让他们分开那是好事 我觉得这不是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好事 对 那其实都很祝福他们 在新东家的未来发展该如何呢 林美秀干脆豁出去了 不管是碧昂师 郑多燕 还是Lady Gaga路线 希望喜剧天后美秀姐 还是可以持续给大家带来欢笑哟 ETV新闻网采访报导